如果说有款面包能做到颜值在线 味道好吃 变化多 操作还简单 我能想到的就是海盐卷了 今天给大家糊弄两款海盐卷的延伸面包 蒜泥甜椒包和蘸水蒜泥包 分别是咸口和咸辣口 两款面包做法类似 口感却有着很大的区别 7天前找我的御用烘焙师 要了一个好吃的蒜泥配方 讲了怎么做个有特色的面包 经过几次深入交流制定了面包厨型 试做了一次味道还可以 我刚才吃了一下 底部吃起来特别香特别脆 但颜值太拉垮 后来提议沿用海盐卷的整形 试做后是这样 还是不满意 最后又改了几次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挺希望自己的教程 能让一些私房和烘焙店盈利的 同时还能给予家庭 不怕大家笑话 这就是之前海盐卷的配方一点没变 低情商这脖子炒冷饭 高情商这配方经典耐用 蝴蝶换装衣服还是有模有样的 除了黄油外所有材料全部加进去 夏天和面一定要把牛奶和水冰冰冰一些 中低速搅拌成团 如果你换了新面粉和面 最后水要保留一些 观察面团状态后选择是否再加进去 面团成团表面光滑后加入黄油 我每次加油还会把它切一下 直接就把它往里面塞了 中高速搅匀吸收 我感觉可以的 面团抱团后取出扯面看筋度 你们要喜欢这种辨别方式 我会单独出一期讲解 面温27.8度 如果刚才不用冰水可能就30度了 盖上袋子松弛20分钟 把面团分割70克一个 这个配方能做13个面团 简单揉圆 盖上袋子冷藏松弛20分钟 面团取出后摁平排气 卷起搓成水滴形 再盖上袋子冷藏松弛20分钟定型 趁着这个空气咱们来做蒜泥酱 土里长大蒜合理 也合理 荷兰请取叶子和嫩芝醋 需要20个剁碎备用 倒入蒜泥和软化好的黄油 准备盐1.3克 鸡粉4克 全部倒进去拌匀 放冰箱冷藏定型 关于海原卷的整形 还是建议新老朋友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非常详细的手法参考 这里一只手拽着面团尾部 一只手顺下擀肠 取蒜泥酱10克 简单捏成长条形立于整形 卷的时候要观察两侧面团 最好宽度一致 总感觉蝴蝶座的这五个要翻吃 准备单山蘸水一份 在面团表面刷成水 然后滚一圈 清发温度35度 时间50分钟 发酱完成后 手指按下去 不回弹即可 然后我也不知道 为啥要挤一层在上面 这样有时候我走路 突然会嗷的怪叫一声 莫名其妙行为 管他呢 想要生活过得去 头上 开烤 中下层上下火180度 17分钟 包裹的蒜泥酱经高温烘烤后 渗透底部 煎炸的蒜泥香 飘满房间 老胡啊 你自己看看好不好看 应该这五个 就刚才你整形没整好 他一烤出来 就是578牛 是不是 从上部朝前 赶开赶包 这整形不就好一些了吗 这凡咱们准备甜椒粉一份 重复刚才的步骤 这个甜椒粉有一缩一 颜值还可以 饧发后层次分明 这次打了蒸汽 层次发面比刚才那一盘好了一些 这个帽子我整了好久了 组织是没问题的 就是这么看没啥食欲啊 这是什么整的啊 跟我还差一点点 嗯 你看泥好好整形 这烤出来还像点样子了 底部金黄金黄的很有食欲 甜椒蒜泥包也比刚才奶看了一些 本来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没想到蝴蝶晚上又看了几遍我的视频 好嘛 这整形是有点东西啊 我甚至怀疑他之前是故意做不好给我看的 其实要通过蝴蝶的三次整形 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很多私信我的朋友啊 你们做的东西真的很棒了 不要完全跟我比 我做的好看是因为我要拍视频 当封面做出最好的效果 吸引大家点击进来 你们看看蝴蝶第一次做的 是不是感觉很拉滑 但是这个放在面包店都算可以的了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 烘焙本就是生活啊 随心一些就行 右边是没打蒸汽的 左边打了一次蒸汽 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如果家庭制作不会自制蒸汽 可以考虑备点这种蒸汽时 预热后浇一圈冷水迅速关门